包裝裡面有一張LG對亮暗點保固的一個說明 亮點的話呢 它是零點 然後再來 暗點的話 可接受兩點就是說如果你 暗點沒有超過兩個的話 它並沒辦法達到喚醒機的標準 那要測試亮暗點 最好的方法呢 有一個APP 叫做手機簡易測試 它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RGB測試 來測試左右滑動 我們就可以看出 它手機 有沒有亮暗點存在 如果說把燈關掉的話 整個測試效果會更好 另外要提的是以前過去LG在IPS面板有一個問題就是說當我畫面在全黑的狀況下四周 四個容易出現 就是所謂的 我們所謂常見的一個叫做周圍 周圍會有光溢出來 就是異光的現象 在四周會有IPS面板的異光現象 而我們看G2 就是藉由懸貼合技術 藝光方面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即使是我們看左邊左半側 有一個白色亮起的一個系統鍵 但是其他部分依然保持在一個非常均勻 然後黑的情況 真正如果說有所謂的露光的現象 其實也只有在邊邊角落一小角 幾乎是沒什麼看到的部分 我覺得這塊面板上面就是下足的功夫 然後我們用這個顏色也可以測試說 看這塊螢幕的可視角度 然後從對比測試 從對比測試主要是看這塊螢幕的好壞 以及看它的可視角 我們可以看到說 要怎麼變認呢 就是你能不能從亮的地方到暗的地方 如果每個色階 中間 每個色階 都可以有一個明顯的差異的話 那這塊螢幕 就是一個好的螢幕 代表它可以表現的一個 明亮對比 代表它 可以表現非常好 然後再來呢 還有其他幾項測試 這也是對比度的測試 看一下是不是每一階 我們可以看到說 G2的LGIP面板除了說 最第一階第二階的黑階看不太出來之外 從第三號以後 到最後一層 每一項的對比表現其實都很不錯 然後線條測試 這個主要就是看它的一個解析力 這個主要就是看它的一個解析力 IPS面板採用的是一個正式RPG白臉 所以我們看到 它的每一個點像素 其實是非常的一個 非常細緻的 如果說像剛才的線條測試中 如果你是用三星的 L1面點的話 在這個 頂狀 的邊緯 就會出現所謂的 毛邊或是鋸齒的現象 當然啦 日常主動中我們不會去看那麼細 這主要是來解釋說我們這塊面板 它的一個品質 究竟如何 然後我們看這個軟體呢 它還有 包括說震動測試 然後黑色層次部分 像我們剛才說的 這塊IPS面板 在每一階的表現 其實都是非常棒 那可能就在最黑的部分 因為畢竟黑呢 不是IPS面板的強項 所以最後兩塊沒分出來 其實我們 已經可以說 這塊螢幕已經是 在IPS面板中 就算跟電腦螢幕 或是電視相比 它都是非常頂級的 好 那該講講完之後呢 最後一項 我們說還有 大家就比較注意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說 為了一些 可能眼睛不太好的人 他看到你拿這隻手機出去 他會說 啊你拿 你買三星S4 你買Note 3 G2算 確實在正面看起來 圓虎角 它有一個配色造型 以及塑膠外型 其實 正面看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像 三星的S系列 但是事實上 他們的一個細 很多地方細節差異是非常大的 那我會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看正面的白面板部分 LG呢 G2呢 它帶一個玻璃 四周呢 有做一個圓虎的 圓虎的外型 圓虎的外型 而我們知道說 X4或是Note 其實它是做一個平面的 而且呢 G2呢 它的一個白色 是非常純淨的白 我們可以看到 它白色是非常純淨的 跟黑色的螢幕是完全呈現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而且邊框明顯細的多 而如果說你是像X4或是Note 它在一個邊框的部分呢 就是上下這邊 它會做一些紮紮畫畫的一些壓紋裝飾 另外呢 我們翻到 手機的一個側面部分 應該就是差異最大的 在側面的部分 三星的X4或是Note 它是一個大 一圈 一圈比較大面積 整個附在螢幕周遭的一個 銀色鍍金屬飾條 那 這種設計其實已經 行之有年了 那我們會覺得它有點老氣 而G2呢 它的銀色裝飾 你看 看到這一條 銀色很細的一條 就這樣子 圍繞了機身 而在側面的部分呢 一樣維持的跟 機背以及前面板 一樣的一個 純白色 而且呢 我們發現說 因為它做一個 弧面的一個螢幕設計 所以其實你看的時候呢 你會有一種螢幕好像是 浮在 浮在手機面板上的感覺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 其實 我們說更像是 Sony的 Xperia TX 它也是這樣一個 銀邊 然後跟面板同樣設計的一個 一個 周邊框 然後之後 用了一個 因為一個 InSale的 無空氣加乘的技術 讓它的一個 面板呢 感覺就是像是 浮在 我的一個手機上面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背面的部分 背面的部分呢 白色的機器比較看不出來 它事實上它是有做一個 就是 就是 在內部 就是在右 在最表層的一個 度右呢 下面呢 是一個 有做非常多細小的一個菱形的花紋 隨著光線的變換呢 它會顯得出不同的反射 黑色機會比白色機明顯得多 那我相信很多人覺得說 我手 現在一直要擋這個 ILEI碼 就是很 很煩 然後 是可以撕掉的 你把它撕掉 然後 你把它保留起來 手機送修其實還是 也是沒問題 但 其實我們有更 一些折衷的使用方法 例如說 LG原廠的 Quid Windows Windows 智慧感應平套 它上去之後 那個 後面難看就不見了 然後如果說 你不想花那麼多錢 買皮套的話 現在在中華電信 如果你在15號之前 10月15號之前 購買G2其實就會送三個 像這樣子 有韓國 韓國那邊的一個 第二皮套廠 所製造的 G2的 果凍 有色果凍套 那我們來試試看 白色配綠色 這樣一來 就不用擔心說 後面那個 難看的 R&EI碼的 或是說 資訊曝光的問題 然後 我們看 這個皮套呢 你說它屬於 那種比較屬於廉價皮套 但是其實 設計上其實很不錯 例如說 它背面做一個有顏色 而且 配合了G2的一個壓紋 只是它 沒有再上一層 沒有再上一層 光滑的度右層 所以 這個壓紋是摸起來 是有觸感 可以有防滑效果的 然後呢 在側面的部分呢 則是用透明 那透明呢 就可以 為 繼續呈現出 G2的一個 在側面設計上的一個質感 而且我加上說 G2的一個 後製式RealKey的設計 所以說 皮套呢 它設計 它不需要再衡量說 我還要在旁邊 開多少洞 然後 到底共產好不好 因為 反正我就只要一個洞 相機 還有按鍵 就解決了 好 以上介紹到這邊